夏北閘, 我十多年前都拍過 不過現在沒有這麼輕旺、集中 這裡有吃、喝、玩樂, 什麼都齊 還有橋底, 食街 看看有沒有橋底辣蟹 很熱鬧 這條食街新開在夏北閘車站的高架橋 2022年才開的 現在主打世界各地美食 所以很受日本年輕人歡迎 我這麼巧, 讓我又湊熱鬧 逼進去看看有沒有人打小癮 好, 我們尋找橋底辣蟹 麵包店, 食物, 越南粉 看看這裡, 台灣大排檔 還有自家製銷小籠包 泰國餐廳 每個人都坐在酒吧桌上吃的 跟吃拉麵一樣 有雞 是不是有可能雞飯吃呢? 但這隻雞很弱 沒錯, 走完整條街 吃拉麵, 都沒有日本食物 這裡叫做國際橋底 說得受年輕人歡迎 又怎會得一條吃拉麵呢? 這麼一群人歡迎 好 你們看我現在有什麼 我就覺得可以買 這輛街呢? 我看到這裡也有很多 你在家裡還有其他客人 旁邊是藍色的 這間新開的分店主要是賣潮流服飾 古著、潮池、飾物、配飾應有盡有 正所謂百貨應百客 不知道什麼貨會應得到我呢? 過年穿吧, 包你拿到很多利是 4950日圓, 即350日圓 好, 放下了 這裡只是一小部分 給你一個提示, 就是忍一忍 去這間百貨店的本館 看完才用力掃, 掃掃掃 在夏北閘, 很多衣服買 尤其是這間百貨店 裡面有22間店組成 那當然要去看看 好, 看看有什麼買了 這裡是很密集的衣服 660日圓而已, 即30多元 沒理由不看看吧 有些有牌子的, 但遮蓋了它 給你看看 有牌子的護衣 30多元, 算是划算了吧 有些有牌子的鞋子, 可以拍照嗎? 2800日圓 這些如果會搭配, 搭配一套古鑽 是可以, 很有型的 杜如峰不只是買名牌的東西 我是又便宜又貴都買的 我看到這裡有很多冰箱 一件是1900日圓而已 兩件是3500日圓, 三件是5000日圓 我自己是一個很騷擾的人 所以特別喜歡冰箱 這裡逛逛, 覺得好像去了旺角中心 什麼都可以賣, 什麼都堆在一起 看到的東西, 要看看 Don 這件衣服是拍攝給我以前的男朋友 我以前的男朋友就是叫Don 現在還是保持友好的關係 我應該買送給他 其實他自己也會來日本 不過有他自己買 我以後也不會再買衣服給你 這套衣服就老套了 這套衣服適合送給我媽媽穿 我媽媽七十多歲穿就大方得體了 付錢… 我不是買東西給自己 我買衣服給你 這次你不要叫我不要買了 她看了那一件在那裡 首先說說這件帽子 這件帽子多漂亮, 假皮 對, 一聞就知道了, 好像那些狗一樣 一聞就知道是什麼 這件要5480英元 真的嗎? 也挺漂亮, 導演立了頭 我不是應該開齋了嗎? 再想一會兒, 先走過去 找到一件我有興趣買的了 不好意思, 又看中了名牌子的東西 竟然童裝多漂亮 很漂亮? 什麼? Monogram, 3,800 不是, 比零多 33,000英元, 好怪 留守, 留前逗後 其實我是看用這件的 很可惜 這個太大件了, 這個剪刀挺漂亮 是真皮, 一萬九千日圓 很便宜 很便宜, 很便宜, 草聚手 但也不適合穿, 沒理由買 買定給下一個男朋友 這個挺有趣的, 這個貓貓 1320日圓, 港幣70港幣 挺過癮的, 其實我是沒有耳孔的 全部少女裝備 不適合我了, 我已經不是一個少女了 我只是一個風韻遊傳的女人 很便宜, 只有530日圓 兩罐汽水, 夾金錢就能買到 770日圓一件Ming 穿不下, 很肥 為什麼上手放了? 因為他首先放棄了自己 不再保持身體, 之後他就放了 因為他穿不上 不要看這個地方小小, 又像便宜的混雜 其實他有很多品牌購買的 只要有心思找, 一定能找到 這件很厲害… 這件很厲害, 是名牌子 770日圓而已, 一件大外套 這麼大件 剛剛好 不夠生氣, 要多買幾件外套 很厲害, 但我要贏小魚 所以我決定不買這件外套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去到哪裡都買到東西了 買了回去, 當送給媽媽的禮物 涼粉雀 涼粉雀, 每人都是350日圓而已 很厲害, 太好了 很棒, 太好了 很棒 很棒 眨眼就滿載而歸了 不過其實我只買了一件 770日圓的外套 三十多元港主 而我的工作團隊 每人買了一萬日圓 這隊團隊實在購物力很強 我現在有點害怕 我現在給我